今天是3月21日在四周期第三周星期一 正常情況下在第三周我們都特別為後死者 舉人巧合禮 無論教居層面或者堂居層面 雖然現在疫情不能夠舉人 不過我們是需要的 在這個時間這些後死者 大概今年也有二千多個成人的後死者 他們很需要我們的代祷和祝福 現在我們一起聆聽六亞福音第四章 那時候耶穌來到加勒勒 在會堂裡向人們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會有一個先知在本鄉受越納敵 我據實告訴你們 在阿里亞時代天被失了三年零六個月 遍地起了大饑荒 在以色列原有許多寡婦 阿里亞並沒有被派到他們中那裡去 而指導了七東摘爾法達的一個寡婦那裡 在阿里首先知時代 在以色列有許多賴病人 他們中沒有一個得到結成的 只有敘利亞的納阿瑪 在會堂中聽見者說的人都憤怒填空 從來把耶穌趕出聖愛 令他到山藝上 他們的城市見在山上 要想把耶穌推下去 而耶穌卻由他們中間過去走了 你看到 如果你能夠想像 那些人一起去 所以耶穌推到山裡 但是耶穌可以 在他們當中間很自然地走過去 如果你拍戲的時候 你看那個景象很特別 耶穌很特別的人 我們說在現今的世界裡 耶穌其實是繼續滿全先知的語言 就繼續向貧窮人傳報喜順 向俘虜宣告釋放 向盲者宣告伏明 我們知道耶穌是白西亞 是被附游過一位 是被派遣來到滿全天主全部的樂爺 不過假如你在當時 也在納澤力會堂的時間 你聽到耶穌首次宣佈先知這些說話 已經應驗 你可能會想 我怎樣能夠從罪惡當中 完全被釋放或者沒有內疚 而感到絕望呢 且且除了天主之外 我們什麼時候得到其他人的好感呢 所以我們看到耶穌 在跟當時的人的關係 很多時候有很多爭論 耶穌雖然知道自己的教律意義 或者不容易使得很多人接受 但是祂從來不讓步 實際上耶穌願意提醒我們 其實祂宣說的是喜述 不是我們所預料的 如果我們能夠細心去聆聽的話 有時候可能對我們很大的挑戰 除了與尼罪惡之外 我們還有很多方法 要繼續跟隨耶穌 跟祂一起背負生活中的十字架 所以近期裏面我們真的說很多 關於疫情的事幹 亦都有護士們 在伊利西八已經很忙很盛的 有一位護士 內科的護士都是天主教徒 他很痛心在疫情內 令到人手和醫院的資源 短缺的情況 可以說是雪上加傷 他同時處於精神在繃緊的狀態 大家很忙於照顧病人 但是時刻又擔心那個病人 其實他感染了 所以我們只能夠很緊密去監察病人 那個衛生數據 這位護士是習慣的 他說我坦白說 他說我在疫情之下祈禱的心 沒有以前那麼熱切 復工之後真是累到死死下 就算上車之後 立刻就睡著了 他在疫情之前 他在公教護士會 大家聚在一起分享信仰 得到力量的 但是現在疫情各自零收 少了一些支援 不過有時候看一些網上 一些公教媒體的資訊 也都為他帶來一些安慰 那麼現在是手機的時代 加上疫情之下 和人的關係變得疏遠 那麼教會也不妨 需要透過多些新媒體 去關心教友 他來說 雖然上班的時間 吃飯通常不能夠超過15分鐘 還有只是早上去一次洗手間 不過醫護人員 他們感覺到這份是天職 大家都憑著專業撐下去 和同事一起去照顧病人 為他心靈來說是一個支柱 能夠和同事同心服務病人 也是最開心的事 他也強調醫護的團結精神 令到醫院士氣 能夠時事為前下去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真人真事 令到人很感動 所以我們不單止欣賞 或者鼓勵這些人 我們都要鼓勵自己 和身邊的人 使得每一個人 大家一起去面對 這個疫情好像打仗一樣 但我們要懂得要放 放的意思就是要信賴上主 在欣賞其他人之外 我們自己都要盡最大的努力 使得和我們接觸的人 都能夠時事有希望的天主報有